欣賞水都美景 其實未必要去威尼斯 來我們的東方水都蘇州也可以 蘇州擁有超過2萬條河流 亦是當代中國首批歷史文化名城之一 至今已有超過2500年的歷史 是不文化的發源地 歷史比威尼斯還要早多1000年 蘇州衣水建成、淺漢後河 形成了小橋、流水、人家的獨特風貌 自古以來都是文人默克愛遊之地 同代道詢學的宋人由吳一詩就寫到 軍見孤蘇來、人家盡枕河 古宮閒地少、水漢小橋多 詩裏這四句就點出了東方水都的景況 連當年東遊的意大利商人馬可勃羅 亦驚嘆這裡是東方威尼斯 時至今日 蘇州仍然保留著往式風貌 根據統計 蘇州是國內河道最長的城市 境外大小河道有2萬多條 總長度達到1457公里 相比威尼斯的117條河道 多了超過170倍 因地處長江三角洲福地 蘇州自古就是水綠交通的樞紐 唐朝詩人張繼的名作《風橋夜駁》 其中兩句 故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中星島客船 描寫的正是蘇州這個交通要島 故有水綠並行河街雙鄰的雙棋盤式城市格局 三橫四中一橫的水系 在蘇州一直保留至今 這座中國水都 沒有因為城市發展 破壞了當中的柔軟歷史 和深厚的文化運味